我昨晚坐在這部Macbook前面的你 是不是還在連你的滑鼠來使用? 如果是的話 我希望你可以專心看我跟著你這幾分鐘的影片 否則你就真的浪費了Apple最引以為傲的Trackpad 還快點放下你的滑鼠,看下去吧! Hello,歡迎大家回到你的頻道 我是一個意外科技的魔術師Mac 如果你是第一次提到這個頻道的朋友,讓我很快和你介紹一下 在這個頻道裡,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科技產品、科技知識 和當然不少我的魔術片和魔術教學片 所以如果你不想錯過任何一條影片的話 記得現在立刻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下你的鈴鐺 我一出新影片的時候,你就會第一時間收通知 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我給你三秒鐘 3、2、1 OK 相信如果你是第一次用Macbook的話 可能你會覺得電腦一定要連回滑鼠來使用 才是最好用的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以我用了Macbook大大滑滑 差不多10年時間 我基本上絕大部份的時間 都是用我的Trackpad去操作 只是會在一些需要很精進操作 例如是剪片、撿照的時候 才會用滑鼠去操作 如果不算這些特殊需要的情況 我覺得Trackpad比Mouse更好用 所以既然你買了這麼貴的Macbook 那就不要浪費了這麼好用的Trackpad 跟著我這條幾分鐘的教學片 一起學一下怎樣去善用這個Trackpad 相信你看完之後 就不會再用你的滑鼠了 相信我 好,首先第一步是我開始講解的手勢初學之前 因為MacbookTrackpad的手勢 都是可以因應你自己的個人喜好去調教的 所以我就給大家看看我自己的設置 而這些設置也是我用了這麼久 最後得出來覺得是最順手的設置 所以你也可以先把Macbook的Trackpad手勢 設置成跟我這個一樣 跟著再繼續看下去 Macbook的Trackpad手勢 分別是會按手指的數量去區分 分別有單字操作、雙字操作、三字操作和四字操作 首先先講一講單字操作 首先第一個就不用多說了 就是你只需要用一隻手指輕點一下Trackpad 就可以選擇一些你想要選擇的東西 而第二個就是當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如果你想快進飛了一些你不想看的部分的時候 你可以同樣用一隻手指用力按下去Trackpad 因為Trackpad裡面有一個壓力感應器的裝置 所以它就會因應你的力度大小去調節影片快進或者後退的速度 好單字操作就講完了 接著就來到雙字操作 首先第一個都是最基本的 就是你只需要用兩隻手指一齊輕點一下 就會相當於平時你用滑鼠右鍵的功能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而你也可以像iPhone一樣 用兩隻手指的開合去放大或者縮小一些 例如相片、網站、文件等等 甚至當你在看相片的時候 除了可以放大縮小之外 你還可以用兩隻手指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把那張相片旋轉到一個你自己喜歡的角度 都是沒有問題的 而如果你把兩隻手指同時間上下滑動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一個頁面上下卷動的效果 這裡給大家一個溫馨笑提示 因為大家的觀感都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上下卷動的方向其實是可以給你自己去調整的 你只需要在系統偏好設置裡面 這個觸控板 把這個捲動方向自然 這個選項 根據你的喜好習慣 把它打開或者關掉就可以了 而下一個功能就是 把兩隻手指同時向左或者右滑動 就可以做到上一頁或者下一頁的功能 而不需要每一次都要特意移你的滑鼠 去暗上一頁或者下一頁的鈕 那麼麻煩 但是如果你把兩隻手指 放在這個Trackpad最右邊邊的位置 向左滑的話 這樣就會觸發到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快速打開一個通知中心 好 接著就來到雙子操作的最後一個功能 就是例如當你在看一些網站 但是字很細很細 你看不清楚的時候 你只需要用兩隻手指快速點兩下 它就會將你的畫面 做一個智慧型的放大 而當你看完之後 只需要再輕點多兩下 它就會變回到原本正常的大小 那麼這個功能 有時候都真的挺方便的 我覺得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一講 三子操作 由於我們上一條片 有分享過 將三子操作 盡量變成四子操作 所以三子操作的功能 就變得得不到很多 但是為了這個三子拖役的功能 都是非常值得的 我覺得 如果大家未提到上一次 買完MacBook 一定要做的十個設置 那條片 你一會兒可以去這裡看 OK 所以三子操作的第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用三隻手指 同時在槍片上移動 這樣就可以去移動一些視窗 文件 檔案 等等等等 而不需要用力按實 再動來動去 這樣真的方便很多 而它的設置 我也很快地在這裡再講一次 就是在輔助使用裡面 裡面的指標控制 然後裡面的觸控版選學 再把啟動拖役打開 這樣就可以很輕鬆地用三隻手指 去移動一些理想移動的檔案和視窗 而三字操作的另一個功能 就是當你看到一些你不懂的英文字 或者一些連結 你不知按下去會去到哪裡 你就可以用三隻手指輕點一下下去 這樣就可以快速好像查字典一樣 去看到那個英文字的意思解釋是什麼 又或者可以快速地預覽到 那個連結裡面的網頁是什麼 才讓你再決定要不要按下去 這也是我自己很常會用到的功能 也是很方便的功能 尤其如果你是用來當多學英文生字 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你們一定要試一下這個 最後終於來到四字操作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把四隻手指同時向上滑 這樣就可以快速啟動指揮中心 看到你總共開了幾多個不同的場面 方便你去做切換 如果你想快速在雙輪的場面之間做切換 那你就只需要用四隻手指左右滑動 這樣就可以快速切換你用的不同的場面 但如果你開了十幾二十幾個場面 我建議都是用剛才說的四隻手指向上滑的指揮中心 是會方便快速很多的 那既然有向上滑 那當然是有向下滑 那你只需要用四隻手指同時向下滑 這樣就會觸發到另外一個叫做APP EXPOSE的功能 那就可以看到你目前用的這個APP裡面 總共開啟的所有文件視窗有多少 那這個功能就是比例如你用Pages 在做一些報告的時候 但是可能你同時又開了很多不同的檔案 很混亂 那當你要找某一個特定的Pages檔案的視窗 你就可以用這個APP EXPOSE的功能 那你只需要用四隻手指向下一環 那就可以很清晰很快地找到你想要的那個檔案的視窗 而最後的四隻操作就是 你可以通過四隻手指的開合去觸發最後的兩個功能 首先如果你想開某一個軟件 你就可以通過把四隻手指收在一起的動作 快速去開啟一個啟動台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電腦裡面所有已經安裝了的軟件 而另一個四指打開的手勢 就是當你的桌面如果開了很多不同的視窗 很混亂的時候 而你剛好又想找一個放在桌面的文件 又或者純粹只是想暫時裝作整齊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這個四隻手指打開的手勢 那就可以快速把所有桌面的視窗都移開了 那你就可以提到一個很乾淨的桌面 找回你想要的文件 或者就可以裝作整齊了 那這些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MacBook Trackpad的手勢操作技巧 如果你是由零開始學的話 一次過學那麼多的手勢 就一定是會忘記的 那不要緊 我建議你可以慢慢慢慢先去試用下一兩個手勢操作 然後熟手之後再試其他不同的手勢操作 那久而久之你的手就會有這個 muscle memory 當你上用其中一個功能的時候 你的手下意識就會自動做回相對應的手勢 相信我 給我一點時間 學好怎樣用這個 Trackpad 那你之後就一定會很感恩 今天有看到我這條影片 那如果我看這條影片 是幫你對這個MacBook Trackpad 有更多的了解 或者你都學到少少東西的話 記得記得要幫我like這條影片 和share出來給你身邊的朋友看 還有記得要subscribe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 那如果今次這條 Trackpad教學片 其實都是因為上一次那條 MacBook設置教學片 裡面有觀眾留言說想學 然後我就拍了這條影片出來 那所以如果你還有什麼技巧想學的話 都一定要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就是熱愛科的魔術師Mac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Peace 講個秘密給大家聽 其實Apple的 Trackpad 除了官方的手勢操作之外 你只需要安裝一個App 那你就可以介紹 Trackpad的無限可能性 你可以自行Customize 你自己最喜歡的手勢操作 例如怎樣Customize 按一下架頭就會自動Lock Screen 又或者怎樣再按一下 它又會自動開始錄製屏幕 有很多很多功能 如果你想學的話 下面留言跟我說 還有只要這條影片過了100個Like的話 我就拍給大家看